第五届新北市全国精品精工竞赛颁奖典礼 由新北市政府财团法人新北市东阳工文教基金会指导 新北市教育局和东龙珠钻石集团主办 颁奖典礼在英哥工商举行 教育局长张明文亲自到场颁奖 除了给予获奖学生鼓励之外 也感谢企业和学校携手育才 并宣布下届将扩大办理 首邀各国好手参赛接轨国际技职趋势 让具备技艺长才的学生有交流的机会 今天是2021年第五届的全国的珠宝金工的技艺竞赛大赛 能够培养更多有关于大学高中职国中的优秀人才 我们希望透过比赛能够让他们的技术 跟他的功力能够持续的提升 未来他能够成为全世界国际可用之才 甚至未来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想未来技职教育的国际化 可以透过人才的培育跟很多比赛 能够让孩子提升他的专业 今年荣获精品工艺高中职主第一名及奖金两万元的 英哥工商廖元奇同学表示 去年获得第二名后为求突破 今年花更多心力和时间练习 期许自己未来能成为顶级珠宝金工师 得到奖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兴奋到发抖 因为就是中间努力了很多 对就是比赛前一个礼拜 就是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对所以最后能得奖真的很开心 英哥工商校长延龙元表示 八年一贯专班特色是让直升夜师 尽校教授精工实务 持种师徒制的模式 正是衔接职场和实务的关键 我在这边要代表学校非常恭喜 我们美工科的同学 融合我们这次的精品进攻的第一名 透过国中高中科大 这样八年一贯的连结 我想对我们整个技术教育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英哥国中的学生今年也有不错的成绩 校长张俊峰也肯定学生们 在技艺上的表现 同时感谢指导老师辛劳 首先要谢谢我们东农珠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工商持办这个活动也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的老师这几年都有指导我们同学 在平面设计方面 可以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的同学 尤其是比较画图方面 美工方面美术方面 比较厉害的同学 他都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奖 教育局表示 下届精工赛将扩大办理国际赛 推动技职教育国际化 期待学生能成为具有创意和专业的设计人才 未来能自信地迈向国际 记者沈金华 英哥报道